大家好,我是Hady 欢迎收看《月宇最继经》 惨租国人抛弃,销量惨淡 经销商尽数三门 又有一个豪华品牌是否要退出中国市场 新能源赛道的火热有目共睹 某些品牌的冷清出乎意料 好像是悲喜不相通,风月难同天 一边是众多造车新势力蒸蒸日上的销售数据 另一边就是曾经颇受欢迎的豪华汽车品牌 陷入了经销商三门退网风波 从2018年全国拥有131家门店的销售网络顶峰 到现在全国门店只剩下58家 应非尼迪好像在这里暴欧哥的后层开启至暗时刻 在任何品牌的发展进程中 壮大或者消失是谁都没办法预料 时间回到2017年 这一年由于韩系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预减 某韩系车经销商写了几百万重新装修 开出了位于北京东五环附近的英非尼迪4S店 这个店也成为北京市总面积最大的品牌授权4S店 也正好是这一年 英非尼迪创落了中国市场销量的巅峰 全年卖出48408家 这个销量的实现 第二月从2014年到2016年 英非尼迪一系列创新激进的营销策略带动 这几年内 英非尼迪赞助了爸爸去哪里 涉尖上的中国 极速前进等等的热门中艺节目 还成为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指用车 多重营销策略 令到英非尼迪迅速打响了在中国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所以当2017年销量接近5万之后 品牌商纷纷磨拳策掌扩充网络 准备着10万架销量目标的实现 但是连销量接近5万 已经成为英非尼迪在中国市场载入市策的最高点 从2017年之后 英非尼迪的销量终究未能再有突破 那些期待着盛世如上的经销商 亦都大多数未能撑到盈利的改日 有媒体报道 前面提到的北京总面积最大的品牌授权4S店 早在一年前已经设定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设定的原因主要是资金链断裂 负担不起高额的租金和运营成本 同时不少在运营当中的英非尼迪门店 经营面积亦都大幅缩水 甚至有经销商转网售卖其他品牌 据财经汽车报道 现在英非尼迪全国门店只剩下58家 有些经销商已经将英非尼迪的车型 并入东风日产展厅销售 之前英非尼迪回复媒体的时候说 个别经销商退网是市场的自然远象 事实上经销商退网的同时 门店的销售人数也在减少 以北京门店为例 高峰时期各门店的销售人数超过了20人 但现在只剩下5-7人 至于销售人数为甚会减少 不外乎是低迷销量令收入水准下降 卖一部车的提成大概是500-1000元 现在每个月销售三部已经是不错的水准了 第三方平台显示 去年英非尼迪屡计交付已经不足6000家 销量低迷门店润减这一系列负面爆出之后 难免引发外界对英非尼迪 是否会退出中国市场的讨论 在任何品牌的发展进程中 能够留住用户的中够是产品 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英非尼迪吸引用户的 除了依靠营销策略带动的流量之外 还有着产品本身可圈可点的质感 这种质感从现在英非尼迪 实际在售两款车型之一的QX60 仍然得以规见 2024款QX60的外观设计 源自私书琴画的艺术设计语言 为了令每个乘坐者 都能够拥有优质的影音体验 还将沉浸式家庭影院装在车里面 另外还有着2900mm转距带来的奢华空间 和日系车一贯坚守的细节处理 再呼应曾荣登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死亡率最低的车型排行榜等等的优势 照计划英非尼迪的销量不至于惨淡 问题在于现在已经是新能源时代 英非尼迪还卖着价格30万以上的燃油车 多年前当新能源赛道被特斯拉这条链鱼搞动 就开始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实力比拼较量 面对国产造车新势力的来势洶洶 英非尼迪这个日本豪华汽车品牌 显然有些后置后角力 官网显示 英非尼迪当前在售的车型一共有4款 而实际在售的车型只是有QX60和QX50 小量旧款QX55是作为二手车售卖 而且这些车型都有6到8折 部分款式降价十几码的速销价 QX50迟迟未能够跌代 产品卖点也落后于同级产品 或者这才是销量惨淡的主因 两款车型一款已经太老 所以经销商只能够将保押在QX60这款车型上 但是就算QX60集万千优点 也难以招格竞争激烈的新能源赛道 在经销商看来 英非尼迪的车型太过单一 消费者都希望能提供更多不同的车型 不同的价位品牌 否则选择的空间太小了 当然英非尼迪并不甘心坐以待毙 去年10月份英非尼迪在新车上市前夕 举办了新柱缸品牌之夜 推出Vision QE概念车 新一代全size旗舰SUV QX80 中型跨界轎跑车全新QX65 和全新纯电动SUV等等的四款重磅产品 这个星光熠熠的品牌之夜 表明了英非尼迪试图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但是新品何时落地量产 至今仍然未有具体的时间 更何况几款山山来迟的新车 可不可以改善英非尼迪当下的困境 也是个未知数 在任何品牌的发展进程里面 影响消费决策的是用户需求的变化 前几天有一篇关于白象公仔面的文章 里面说到白象将某个爆款产品的价格 从一元提到两个半的时候 消费者马上就不like了 这是因为两个半的价格 已经远远高于当时市场所能接受的普遍价位 当相同或者更低的价格 也能够选到其他品质不错的公仔面 白象的品牌壁垒就会被攻破了 说回到英非尼迪 消费者的不待见 背后是汽车消费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 消费者在相同价位区间 可选择的品牌越来越多 不主动拥抱变化的英非尼迪 品牌竞争力逐渐减弱 放眼望去 现在30万以上的豪华车市场 有着领先新能源技术 和智能科技配置的新势力品牌层出不穷 这些品牌尽管市场沉淀的时间有限 但能够带给用户更具质感的价值体验 并且相较于英非尼迪门店减少 导致的存在感变弱 新势力品牌经常出现在人流密集的大型双圈 既索作了品牌高端时尚的调性 也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 另一方面 对于豪华汽车品牌来说 更生迭代理应是常规操作 但在其他媒体的报道里面 英非尼迪车型年年不迭代 竟然成了常规操作 试问有多少消费者愿意花几十万 去买N年前的老款车型呢? 当下新能源是大势所趋 这个赛道亦非常之涌极 就连传统原油车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BBA 都在《求生求变》里面发奋图强 身处二线阵营的英非尼迪 面临的挑战足以想象 有网友认为 英非尼迪如果不可以采取积极措施 法力扭转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困境 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个欧角 或者对于门店瑞减的英非尼迪来说 现在意识度并投身新能源还不算迟 至于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 就要看英非尼迪落地的产品 有没有足够的质价比及人力了 毕竟30万以上的价格拘金 可选的国产新势力品牌越来越多 而且消费者买单的理由 还因为国产两个字的加持 多了些情怀的考量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